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香港人財外流,人財缺乏 已經說了很久了 專業人士,包括醫生,護士,工程師,會計 很多都移民 包括商界在內的公司都叫救命 請不到人,現在就用輸入外勞的方法 有些行業,包括連小巴司機都說要輸入外勞 是不是由上到下,由左到右,全面人財缺乏呢? 有些事情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警察都說人財缺乏 都要,他又不是輸入外勞 最近這幾個月一直都是說 三年來警隊的人手變化 2019、2020年流失率最高 1313人走了 然後到4.6% 尼職人數其實這幾年都在下跌的 但是2012年流失率都去到 將近3%,最多人走的就是元座級 然後就督察級,元座級都走了600多人 督察都走到80多人 然後警司也有30多人離開 其實是開始下跌的 他們走的原因不是全部移民,不是全部提早的 包括什麼呢? 包括退休,約滿,辭職,甚至死了 其實招聘都很不行的 去年的目標是1500多人 只是請到600多人而已 督察級比較好,請到195人 目標是195人,結果成功是170人 但是那個招聘率,如果警員來說 最後是元座級 目標是不夠的,去到四成而已 而警員,初級警員的空缺是去到5000多人 空缺率最大的這個職系部門 最後現在怎麼解決呢? 他就要回到大陸搶人 回到大陸搶人財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到這個學期尾的時候 各大公司就會進去大學那裏 講這個就業講座,我記得 包括警察的 現在香港怎麼敢進去大學呢? 應該這麼說 怎麼會進去大學呢?不是不敢的 因為又怕著這些大學生,很不滿意這個警察的 在那裏招不了人的 也都試過一段時間去英國的大學 去 不是請外國人 去請一些在英國大學留學的香港學生 當然是回來做督察 我記得2019年、2020年左右 都試過的 但是不單止不理想 在那邊的留英學生 就馬馬上說 你不要來啊 你來就會 我們會不單止杯葛你 還會抗議你 我想都不會去那裏請的了 現在就回大陸的 大學那裏去請香港進去讀書的大學生 就已經做了的了 就在去年年底開始 即是下半年開始 以去回到大陸的11間 即是香港的11間本地大學 然後回到大陸 去契南和華僑大學 向內地的港生舉行招聘日和即場輪選 結果如何呢 結果好像說很有成績 最新的結果就是 很厲害 去這個大陸那裏搶人才 收到447份內地港生的申請 就6月底就有128人是成功通過輪選 完成品格審查和體格檢驗 最快到7月底 即是很快 現在就是7月底了 就可以獲聘為警員的了 而本地援助級的警員招聘的取締 只有12%而已 內地搶人才的取締率 暫時是高達28%的 有不同的 回到大陸那些大學生 應該是督察級來的 照計 應該不會做員助級的 除了447份內地生的申請之外 還有319份仍然在看輪選的程序 入境處日後會將協助其他紀錄部隊 聯繫內地和海外辦事處 向內地和海外港人宣傳 照聘、諮詢 說出內地和海外 幾乎大家不用想海外 都是集中在內地的 現在延長服務的年期的數字 他用不同的方法去搶人才之外 就要留住人才 一般的警察去到57歲就退休了 現在就說可以延長到60歲 現在就說延長服務年期的 收到8000多份申請 3000多人已經是獲得批准的了 有195人批准得不知什麼原因 包括什麼呢 就是工作標語、品行、健康狀況 不如理想 不獲批的申請人數不是太多 只有2.25% 這份真是順功 所以老差骨 到60歲都想繼續做 本來在2021年已經推出 叫做超過定名退休年齡警務人員 繼續服務計劃 就說容許2000年6月1日以前入職的 非首長級警務人員 申請延長服務年期到年齡到60歲 看他的工作表現、健康狀況等等才批准的 就是這樣 就回大陸去招聘港生做香港的警察 那你反映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香港的學生、香港的畢業生 真的不想做警察的 是找不到人去做警察的 我覺得這個現象都很值得討論 為什麼呢 你說2019、2020年 就說要對抗這個黑暴 很多人走 確確實實是做警察是一個很爭議的事 我記得媒體有一個很詳細的報道 就是結婚就請中學大學的同學去喝 其中有些同學是做警察的 這是一個真實個案 男家女家自己去討論 或者跟其他兄弟姊妹團去討論 究竟請什麼人的時候 就請這個來 20年左右 2021年左右 請這個做警察的 老老實實 你請他們喝我不來的 我退出的 我不做兄弟姊妹團 你最好就不要請 請我就反面了 那在那時候 警察的形象 確實實是一落千丈 到今天 都是未復原 有些人說 不是很敢告訴別人 就是很多這些故事 不是很敢告訴別人 就是現在還在做警察 即是現在繼續在做警察 好像要朋友聚會的時候 都要讓別人解釋 為什麼你要繼續做警察 你是不辭職 就是這些某些圈子裡面 到今天 仍然有這樣的介體 但是很多 就是頂不順的 都已經走了 是吧 就是離開了香港 就是 他都沒什麼所謂 就是那些朋友 大家不認識 就是算數 今天那個警察形象 不是說 一向都說 就是這個油亂 入治 油治 及興為 好了很多 不過現在不再調查 幾類部隊 那個香港市民 對他的民望 就是不再調查 或者不再公佈 所以大家不知道 不是 就是那些警察 不停地宣傳 又搞過什麼 什麼 什麼首成 是不是 那些大內宣大外宣 不是令到警察形象 大好的嗎 為什麼還是這麼多人離開警隊呢 為什麼還是請不到警察呢 那個招聘率都是這麼低呢 為什麼要回去大陸請 在大陸讀書的香港學生 然後才達到那個招聘率 稍為高一點點呢 為什麼要請他們回來當警察呢 但是早前大家還記得 有個爭議被人笑的啦 不論高矮肥瘦 有近視無近視都可以請他當警察嘛 是不是 就是連那個體高未夠 未夠達標 都可以請他當警察嘛 那就不被人笑咯 就說喂 你請曾志偉回去 都可以當警察啦 這樣就被人笑咯 那就是有人出來辯護 不要緊咯 他不是去前線 你立法會議員說的 他不用去前線捉賊的嘛 在後面做這個電腦 防止電腦犯罪的 幾矮都沒有所謂的 是不是 就是我們就沒有這個 就是體型 看高其事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是不是成勢一開始就在 這個電腦後面 那裏防止電腦犯罪才行的 他不用做粗練的 不用體能的 是不是 就是他要降低了標準 然後才能夠有機會請回更多的警察 那就是換句話來說 就是這一行 到今天 2019年到現在 已經是 超過四年的時間 這一行 警察這一行 是不是仍然 香港人是不想做的 流失率高 請不回人 那麼 那些由亂及志 由志及興 做這麼多的大內村大外村 要提升這個警察的形象 如何去守城 如何去護城 其實是失敗的 是不是 其實是 其實是 香港人是不認受的 仍然覺得他這一行 是不想加入 是不是呢 我問而已 我問這個問題 如果問你 怎麼反映那個數字 是不是 怎麼樣反映那個流失率 那麼高 怎麼反映到招聘 那麼困難 好了 回大陸招聘 對於香港的 這個特區政府來說 當然是好事 大家要想一想 什麼人 什麼人才回大陸讀書 香港人回大陸讀書 那些是什麼人 我覺得如果他是香港人 他在香港讀中學 DFC 當然是想入香港的大學 甚至如果考得好一點 就出國流學 那些什麼狀元 當然想入香港大學 為什麼會回去什麼企南 回去華僑大學 我那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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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大學 只有2% 就是我們這些 很幸運才能進去讀書 那些不夠分入大學那些 那些不夠分入大學那些 那些怎樣呢 我認識了一部分的同學 有很少部份的 其實很少部份 就是回去大陸讀書 很少部份 當然有些連會考都不考 就一早中學的時候飛了出去 在家裡能夠供得起的話 那他們很多都學有所成的 我知道 那回大陸讀那些 不知道去了哪些 升職的職的 有些還回去讀醫的 我知道 什麼人才回大陸讀書呢 香港人 成績沒有那麼好那些 又或者哪些 或者是紅色家庭那些 紅色家庭以前可能是這樣 但是現在都不會的 那麼愚蠢嗎 是不是呢 所以這些回大陸讀書的人 本身都有一個特殊的情況 就是他們會接受大陸那套 意識形態 特區政府是很樂意 找這幫人回來香港做警察 因為現在警察是很政治化的工作 一定要那種意識形態 符合特區政府那種的想法 那種施政的方針 在宇宙大法底下 對這些異見人士 一定要肯嚴打那種的想法 那找內地的大學生 回來香港做警察 就正如好像 我們一直說的 喚血的情況一樣 你要 你就走吧 大幫人等著來 你走了更好了 你那些什麼黃衣黃護 是不是 走了這樣 那麼我容易管治 整體來說就是 你不滿意特區政府施政的人 移民 於是我在大陸找一批人回來 取代你的位置 他們是不會反對特區政府 也都不會有任何意義的聲音 警察一個這麼敏感 這麼要害的部門 他當然是樂意找大陸的人 在大陸讀書的香港學生 來填補 在香港請不到警察的這個恐懼 他一定是忠誠行先的 你叫他指向指揮 指向那裡就打到那裡 這個一定是做得到的 那麼我相信 將來去招聘警察的對象呢 相當大部分呢 他會回去大陸請人 這個是完全符合 猶亂入治 猶治及興的 這個新的 新香港 美麗新香港的施政的辦法 施政的方針 那又是在街上行必的警察 他是香港人來的 可能是一些新移民來的 就是可能他來了香港 都是七年 你當他七年吧 這樣可能廣東話都說得不順正 告訴你 就是叫你問你拿身份證的時候 那麼大家就要充分合作了 你聽不明白也好 叫他講慢一點 是不是 如果你說得好普通話 就跟他用普通話交談 以免引起誤會 大家會 大家會 暢順一點 千萬不要做出一些 自焦嫌疑的事 那就行了 這個也是 所有香港人要面對的 一個新的現實來的 在街上做這個 Stop and Search的時候 自停搜查的時候 你需要用什麼 語言 方法 跟這位警察先生溝通 這個也是 香港人的一個新的課題 用新的方法 跟醫生護士溝通 也是一個新的課題 用新的方法 跟警察溝通 都是一個新的課題 大家 越來越多 要學 聊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CH 還有支持我心靜口法的頻道 多謝你收睇 再見 4 2 2 1 多謝你 好 20 2 2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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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